第一時間 官司司 解局勢 大家好 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話題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常傳 英國媒體27號引述蘇格拉愛丁堡大學傳染病流行病教授 伍爾豪斯警告 有跡象表明一場大規模新且致命的疾病跡象爆發 由於專家還未確認相關疾病為何 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將這種可能由動物傳染給人類 並引起廣泛流行的未知病毒稱為X疾病 漢中國綜合英國媒體報導 教授伍爾豪斯認為疾病X跡象出現 WHO網站指 疾病X代表一種已知嚴重的國際流行病 或由現時未知 會導致人類疾病的病原體引起 而它們在2021年警告下一場大流行規模或如黑死病類似 估計會導致7500萬人死亡 英國衛生安全局最近發現 倫敦某污水處理廠2-5月間收集的樣本中 竟然存有疫苗衍生株低依營小疑麻痺病毒 懷疑病毒可能是由在海外接種口服疫苗的人士帶到英國 並在境內的少量人群中傳播 小疑麻痺病並不是英國最近爆發的唯一疾病 除了COVID-19之外 英國今年都分別出現了禽流感 拉薩熱、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 以及喉斗病例 顯示英國境內危險而不沉上的疾病已越來越多 3月一名婦女從中亞返回英國後 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被戴刀蓋過 5月傳入英國的最新傳染病是喉斗 至那時以來已記錄了近800例該病例 動應吉利大學醫學教授保羅·康特表示 從這個國家到其他國家旅遊、工作再回來的人 可能是疾病引入的最大隱患 吳爾豪斯教授認為 這些感染病例的增加 預示了未來將會有更重大的事件爆發 21世紀初將會是新興傳染病爆發的原尾時機 所有跡象都表明未來可能會出現越來越多疫情 而且這種情況會變得近糟 去年世界衛生組織就警告說 下一次大流行可能與黑死病一樣嚴重 黑死病在1346年至1353年間造成了約7500萬人死亡 科學家相信人口增長、窮國經濟起飛、野生動物貿易增加、 人類侵佔松林及森林等行為、 導致推動新病毒與現有病毒的傳播 有科學家指出 雖然X疾病出現的時間與方法難以被預測 但下一次大流行可能是由印速共通傳染病所引起 即是病毒或細菌經由動物傳染給人或是由人類傳染給動物 心態健康聯盟數據顯示 地球的167萬種未知病毒中 有82.7萬種有可能從動物傳染給人類 而相關病毒更可能具有高傳染力和致命性 好,我認為COVID-19已造成全球性的災難 如果再離個X疾病 這樣就真是會人仰馬翻 懷疑人生 不過,這個都是歷史共業 全球人民都要承受 這部分我就不多談 我藉這個議題引伸到北京市委書記 蔡奇27日作黨代會報告時 原本內容有 未來五年,北京將堅持不懈 觸好常態化疫情防空 但在民眾的情緒快爆炸後 新聞報導中的未來五年又遭移除 相關事件人發熱以後 北京日報社長疑似出面緊急滅火 大家想想,如果中共連COVID-19都可以搞得雞飛舊跳 冤聲載到,連北京都要未來五年才可能燒停 這樣到時候X疾病真是進入中國 中國老百姓豈不是要再次受罪,惡夢再現嗎? 然而,老百姓又有幾多個五年可以被折騰 不要忘記 吳爾豪斯教授還認為 未來可能會出現越來越多疫情 這樣每一次疫情,中共都顧忌重施的話 這個畫面太美,我不敢上張 因此中國人民想要擺脫,苦命回圈 問題、癥結點就在中共身上 好,剛剛說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說的是對於台海萬一開戰 台灣前國大代表黃鵬烤27號說 台灣是防守方,共軍登島入台要面對被擊於半島的高度風險 且國軍以日代路,共軍嘗速戰速決絕非而是 若共軍無法在72小時內速戰速決 加上中共既沒有空憂,又缺乏有效反潛戰力 怎可能撐得到100天? 黃鵬烤於念書上發文表示 中共武力犯台成敗關鍵在於海空軍實力 是否可以掌握台海周邊區域的空憂與海憂 是否能夠於短時間內投送足夠的犯台部隊 他說,目前中共海空軍運輸再具 一次最多只能投送大約8個女的兵力 但有過外島部隊、異放經歷的人都知道 步兵士的異放在平時狀態、順風順水下 沒有10天半個月的時間準備完全無可能 如果使用機降的方式 速度雖然會加快很多 但能投送的兵力相對都減少很多 而且無法同時攜帶重裝備 他舉例,俄羅斯最精銳的第76近衛空降師 於幾乎慘敗 應該會讓中共充分意識到機降的風險 黃鵬烤強調,中共犯台一旦戰端開始後 如果無法在72小時內速戰速決 接下來的變數就完全不是他所能掌握 以國軍古零頭戰役經驗 國軍在捱過第一擊後 一定會將共軍登陸作戰用之海上再聚 當作最主要的反擊摧毀目標 他提及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年底 編列2,400億元新台幣特別預算中 發展反南飛彈部分的預算佔比高達64% 就是為了反制中共海軍所做的準備 而且讓共軍更悲趣的是 美國詛咒鎖定他的海軍 當作最主要的打擊摧毀目標 多次訪台的前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佛洛洛依就主張 美軍應建立能在72小時內擊沉共軍南海艦隊所有艦艦能力 讓中共下餃子搬建立的海軍呈禍斷掉 黃鵬孝表示 黃鵬孝最後說 無論美國以什麼方式加入台海戰爭 由於美中海空實力懸殊 恐怕中共海軍只能躲得遠遠 既無空憂 又缺乏有效反潛戰力 怎可能撐得到一百天 我們何須憑空想像一些武俠小說般的情節 你自己嚇自己 好,黃鵬孝的話 我換句話來說 這就是台灣真的能擋住中共嗎? 我認為當然實際驗證過才能蓋觀論定 但最近有個安利可以參考 一開始烏克蘭被俄國公打仕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撐不到幾天 結果令人跌破眼鏡 更何況台灣的條件比烏克蘭好很多 而且共軍比俄軍弱很多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在前往西班牙參加北約領導人會議時 接受澳洲金融評論部的採訪 他警告中共政府要吸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略失敗的教訓 此外,歷史上以小勝多的案例很多 比喻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 五屬聯軍約8萬人 大敗魏軍約26萬人 還有元朝末年的紅刀保衛戰 又稱紅刀之戰 這是陳友諒和朱元璋進行的一次重要戰役 當時陳友諒親率60萬大軍 而朱元璋的仇軍緊握5萬 最後,總共撐了85天 陳友諒撤退 我做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專家事警神秘致命的 X疾病將大規模爆發的新聞 並分析中國老百姓恐陷入中共靈藥回圈 另外,我還提及專家認為 共軍攻臺洪遭半導移擊 而且拆不過8天 並分析台灣不是無條件擋住中共 也不是無可能以弱性強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懇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讚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都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時評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本來否則會有些失守 出局的隊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